越野直到海峰一分钟聊卫视 其实起初看到这个新款卫视的时候 我还是很抗拒的 从它的外形第一眼 让我想到的是斯科达的野地 但是呢我觉得当看到实车了之后 我才被它的这个尺寸 做震撼或者做折服 首先呢它的尺寸是长5米 宽2米高1米96 而我1米92的身高在它边上 我觉得它要比我的气势气场更强一些 然后说到车的前脸呢 前脸首先它的大灯 看着是非常非常呆萌的这么一个造型的设计 然后再包括它整体的进气格栅 做的都是比较狭长比较小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越野车应该有的范儿 而那种大嘴绝对不属于卫视 这个是它的前两部分 然后呢再说一下隐形罩上面的这个两个中式 这个其实是来自于传统的卫视上面的 这种铝制压花的这种板材 而新款的这个卫视呢 这个两个部分是塑料的 但是我觉得看了一下发动机仓在里面的铝制结构 它实际上是很多立体的纹路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受力的 至少是我们可以去上去去踩或者是去做 我觉得这个不好说 这个我也不敢去这么尝试 但是呢我觉得上次的一个人是OK的 这个就是它彻头部分